大家好,欢迎回来D686的乌克兰晚间战报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0日,大家好 好,我们就跟大家更新一下本周的战报 都是进入了2024年到今时今日 大概是7-10天左右的乌克兰整体战况 在乌东的地区,当然的更新会有特别多 可以这么说,在现在整个战局里 大家都比较关心,在乌东的局势 俄罗斯基本上都包围了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阿夫迪夫卡,也是包围战里面 打得特别大 俄罗斯部队,也在阿夫迪夫卡的北郊里面 即是在城北的地方,也有推进 推进少少少,大概是100米左右 即是有少少像以前的巴克兰那种推进 它的位置,例如想打Stapov 大家很清楚,就是在铁路线旁边的地方 叫Stapov 打很多这些防线,其实也不太成功 南部也不太好 现在俄罗斯也不太敢用装甲车、战车 我们说主战坦克那些推 因为他们都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得相当厉害 有时他们用步兵的攻击,尽量不用装甲车 变成了死伤更大 使用出人,其实损伤也是严重的 他们的战术就变来变去,不停地变 有时装甲车,有时装甲车加人 有时全部人 anyway,其实也不太成功 现在在阿福迪夫卡那边,110、110和47旅 暂时仍然是顶得住阿福迪夫卡的位置 其实亦都见到在富皮尔斯克、巴勒扎等地区 俄罗斯应该都有一些计划 但似乎就不一样 他们是否真的可以在1月15日进攻哈尔科夫那些地方 这些地方我们也会与大家做一些观察的情况 另外,Volida的地区 他们应该在南部 都有一些加强去发动攻势 但就一样,那边的铁路线 仍然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守卫上 所以俄罗斯部队没有办法使用到乌克兰 在顶列茨克的铁路线 令到他们的后勤部级都会做得差一点 过去这几个星期 俄罗斯都尝试取一些进展 之前双方的攻击 乌克兰也拿回一些冬季失去的土地 现在唯独在玛琳卡的地方 俄罗斯有少少实际的推进 那句,他们要推过Herovka Herovka 这个地区 然后推进去Kurokov那边 那边暂时未那么快 会被俄罗斯推进过去的情况 另外,我们看到巴赫姆那边的情况 巴赫姆这边 俄罗斯部队也是全军有8万人 压在巴赫姆这个前线里面 期待要攻破 在巴赫姆城外一些重阵 Kromov, Ivansky 甚至乎想占据Charge Shift Yard 这些地方 乌克兰在后方的控制重阵 这些地方 但你要先过前面一些大阵 包括Klincershivka 这些地方 不是容易的 Klincershivka 守住的线 你便进入不到Charge Shift Yard 即是后方的城 所以Klincershivka 也应该是整个防御的重点 也是那句 打Charge Shift Yard 你要围攻 要把刚才我们说的地方打穿 另一个比较在西北地区 我们说是Bordanevka 现在还未能完全掌控 很难有道路去进入Charge Shift Yard 那边去进攻 这也看得出 他们是想进行一个打击 然后借刺 在3月总统选举之前 取得更大的尖攻 另外一边 应该是关系 就是 哈利米亚那边的地区 那边 乌克兰部队 对哈利米亚的军事设施 又进行打击 等等地区 之前我们说到 打到他们其中一个大型弹药库 也有对新费多利夫那边的机场 我们也有和大家说过 那个攻击的情况 不过 哈利米亚这周 基本上全国都受到 俄罗斯的导弹 无人机等等的攻击 所以这个也是要 即是哈利米亚的防系统 现在是相对短缺的 可以说 他们的空军司令都说 现在的防空系统的短缺 都是比较难保障到 即是现在的 乌克兰民用的一些设施 等等 安全的情况 都仍然是 比较难搞的 即是这个部分 是比较差的情况 在另外一个地区 所以说到哈利松那边 那边其实 俄罗斯仍然有很多大问题 包括指挥官 其实是 没有办法即时回应到 哈利米的攻势 例如他们的炮兵部队 他们的无人机 有时都在前线 有些显得无能为力 尤其是他们批准 他们去开伙打击 很多要请示上面的时间 都是很麻烦 基本上是 喪失了那个战机 那个时机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俄罗斯的指挥 与单位之间的协调 这些是很差的 这也是在乌克兰 在学习北约部队 或者行动 指挥等等的情况 是很大的 其中一个改善的情况 好 好